第六百二十一章 记得多捞点钱 是什么 芸汐淡淡一笑 芸楚寒这语气明显是在炸她 对她的试探 芸汐这会儿也能不动声色应付自如了 天玉沙里边住着谁 你会不知道吗 她倒是不相信她能勾搭上少帅 只不过她最近跟踪她上山 也只是看到她在港少口停留 跟那些个守卫有说有笑 区区一个守山门的守卫能有什么前途 她没想到芸汐的眼光竟然这么短浅 不过少帅那样身份尊贵的人 哪里是她能配得上的 天玉山里边住着谁 恐怕全京都的人都知道 可那个地方 却并不是全京都的人都能上去的 所以啊 我劝大姐还是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 别给家里惹麻烦 少帅连总统千金都看不上 又怎么可能看得上你 我看你啊 还是别费心思了 天天在田玉山门口蹲点也没用 少帅就算是下山 走的也是大车道 你就别想制造什么偶遇事件了 你遇不上的 芸汐听懂她这话的意思了 按谋沉了沉 听你这话的意思 最近都在跟踪我是吧 大老的天 这么早起床跟踪我 哼 真是难为你了 看你这么有经验 恐怕以前 没少去蹲点吧 怎么 见着少帅了吗 被踩到痛处 芸楚寒的眼神 顿时变得阴狠 冷哼了声 哼 你不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 芸汐实在不想说 她刚刚结束 跟穆飞驰的视频通话 芸楚寒这副 幸灾乐祸的模样 感情是以为 她跟她一样 都在痴情万想了 芸楚寒 你不必在这里试探我 我最近 没这个闲情意志应付你 哼 那是当然 大姐最近忙着 收拾梁心仪跟咱妈 确实很忙 是啊 所以 我暂时没空收拾你 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 下次要算计我 记得从对方手里 多捞点钱 免得我下手太狠 到手的钱 还不够收拾烂摊子 你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 算计你了 她大姐最近的手段 她很清楚 芸子凌被收拾多了 也乖了 她妈也被她整得 赶去了大院 在他们互相狗咬狗的时候 她还不想跟她正面为敌 哼 自己做过什么 自己心里清楚 不想翻旧账 芸汐转身上楼 留下一脸慌乱的芸楚寒 在原地 胡思乱想 芸汐一早到学校的时候 就听杨璐说起了学校 对周承哲的处置 取消她这个期末考试的资格了 不能参加期末考试 那么也就没有资格排名 更别提前三名的奖励了 虽然几百块钱 对芸汐来说不算多 但是对周承哲 拿奖学金 拿到手软的人来说 快过年了 恐怕她还是很需要这笔钱的 又或者 她正是为了这笔钱 才同意跟梁欣怡合作 偷考卷 宅残陷害 只可惜 偷积不成十八米 估计丢脸丢大了 剩下两天时间就考试了 学校里突然没了周承哲的踪影 偷到考卷的事情 反倒是渐渐平息下来 大家都忙着应付两天后的期末考 芸汐也不敢疏忽 全部心思都投入到考试中去 连着三天的考试总算结束 一考完 赵羽默就约芸汐出去吃饭庆祝 芸汐想到 苏航那边的病毒疫苗研究 还没有完成 也没心思去庆祝 约了个改天的时间 便打了电话给苏航 让她过来接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